大家好 这期视频呢是对上一期视频的延续 原本我一直在纠结 做不做这样一期视频呢 因为我觉得我在上一期视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无论进行什么样的运动 都要去学习相对应的专业知识 特别是进行户外或者野外运动的时候 对大自然要抱着一颗敬畏之心 但是在这条视频之下呢 有两条回复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大概就是现在 参加越野跑这个圈子里面 很多人的主流思想吧 比如这位 说聊专业很嘎 他们不需要什么专业 只要能跑就行了 这次比赛的问题都是赛事方的 没有救援预案 赛事宝藏就是个过场 天气突变就傻眼了 我们为什么要穿长袖 干嘛不带个保镖去呢 我的视频下面曾经有很多战狗留言说 说我说话阴阳怪气 而这段留言才是阴阳怪气的教科书版本 再看看这位 直接说我不懂什么叫越野跑 越野跑只要能跑就行了 根本不需要什么野外生存的知识 参加甘肃 马拉松赛的这些都是跑步领域里面的强者 我心疼他们在恶劣天际下 穿着短衣短裤 这是对他们不礼貌 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心疼就是不礼貌 我们来看看在上一期视频 我到底是怎么说的吧 我在网上看过他们当时的视频 看着他们穿着短衣短裤 在恶劣的天气下奔跑 心里真的有一点 心很疼吧 首先我要说一下 我确实没有参加过越野跑 这些越野跑大神 我也是通过甘肃马拉松这个比赛 才知道他们的 哦不对 这个梁金我在2018年就知道他了 他当时在香港参加100公里越野跑的时候 根据媒体报道是抢了路人的水 根据他自己所说 是用空瓶换路人的水来喝 不管真相是怎么样 最后他被赛事方取消了成绩 理由是在非补给点补给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甘肃白衣马拉松赛 赛事摄影师拍摄了一些视频吧 从这个摄影师拍摄的视频 我们可以看见 当时天空乌云密布 风大到摄影机都会被吹走 而且温度相当的低 而大神们依然是穿着短衣短裤 在奔跑 而当赛事出现状况之后 摄影师同事参与了救援 并且把自己的冲锋衣 给了这位选手保持体温 而这位选手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 穿着短衣短裤就来跑100公里越野了 也许这位就跟前面那位想的一样 我跑个越野跑 要穿什么长衣长裤 难不成还要带个保镖 而越野跑的重点是在哪里 是在野着 而不是在跑着 考验的就是你对野外各种环境的适应 如果单单是跑 那就去体育场跑了 何必到野外去呢 这次越野跑 遇烂的21位运动员 都是因为失温 从遇烂的照片来看 他们都是穿着短衣短裤的 照片我就不在这里放了 那是不是像前面那位说的 只有短衣短裤才能跑了 并不是 在这次甘肃白衣马拉松比赛中 就有一位旅选手 穿了抓绒衣抓绒裤 没有受到失温的影响 还一度跑出了68公里 最后官方决定结束比赛之后 他依然还在跑 是被强行拉走的 可以说 他完全没有受到天气的影响 其中一位女选手 一度跑到了68公里 还不肯停 直到我们强行给他拉到车上 这个女选手是 她4.42主任的时候 还没有取消比赛 比赛还没有正确 但其实这个时候 距离CB4关门只剩20多分钟 所以这种所谓的极端天气 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极端 比如说大风大雪会冻死人的那种 一个简单的抓绒衣 抓绒裤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大神们非要穿着短衣短裤去跑 然后说这样更方便 更能创造好的成绩 我跑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出问题 穿什么长衣长裤 对啊 汽车的安全带 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用不上 是不是也干脆取消得了 所以这次甘肃马拉松赛 出现事故 最大的责任肯定是赛事组织方 但是同样这些参赛的选手 很大一部分没有专业知识 也是出现事故的原因之一 比如这位选手 如果不是穿了摄影师同事的衣服 他也许也会失温欲烂了 我最后决定要做这个视频 也是因为这两条回复 如果有更多人看到了这个回复 觉得越野跑是个很简单的事情 那么今后也许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故 敬畏自然 尊重专业 这是大家都应该做到的 否则付出的代价 是你难以想象的 最后再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建议 免得有人说 我只是挑毛病 不说建议 对于赛事组织方 除了必要的救援预案之外 还需要制定强制装备的携带标准 就像国家交通法 强制开车就必须系安全带一样 你不能说我在市区堵着车 一个小时只开了两公里 所以就不用系安全带了 至于强制携带什么装备 那就根据环境的不同来制定了 而参加这些比赛的选手 一定要有最基本的专业知识 这些专业知识 可能你跑一辈子的越野跑都用不上 但是一旦碰到事情 是可以救你的 最后还是那句话 敬畏自然 尊重专业 相信科学 我觉得这应该是 接受过教育的现代人的最基本数字 至于什么是科学呢 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 地理学家 竹可真曾经说过 科学精神就是 只问是非 不计厉害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因为是一个回应的视频 又引用了三年周刊的采访视频 所以就不加字幕 不加水印了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订阅 有你们订阅真好 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 好